一个男人在一个充满让他感觉不好的人的公司工作 那家公司的员工都很刻薄 他们经常试图破坏对方的工作成果 并在别人背后散布谣言 他们总是相互埋怨 输着想 所以他的公司里有着很多不公平的办公室政治 男人厌倦了这样的工作环境 想要换一份工作 恰巧他的公司附近有一座寺庙 男人经常去拜访 这天他得知寺里来了一名聪明的智者 于是他来到寺院想和智者讨论他的问题 老和尚亲切地接待了他 男人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师父 我对我现在的公司和工作非常不满 我的公司里都是一些让我感觉不好的人 他们说话就像是在嘲笑我 他们不断地在背后给我捅刀子 他们总是互相贬低 这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他们总是在背后说着别人的闲话 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聊 八卦 我不知道该如何和这些人相处 我正在考虑辞去工作换一个地方 你觉得我的做法正确吗 和尚耐心地听着男人的故事 想了一会儿 然后拿来了一杯倒满的水 我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但你必须先完成一个任务 和尚把手上的杯子递给了男人 你拿着这杯水 从这里走到你的公司 绕着你的办公室走三圈 然后再走回来 把这杯水还给我 但你要牢记一点 在整个任务期间 千万不要让任何一滴水 从这个杯子中溅出来 如果你完成了任务 那么我就会解答你的问题 男人从和尚手中溅过水 开始向着他的公司走去 在整个过程中 他非常的小心 注意着不让任何水滴 从玻璃杯中溢出来 当他完成任务 走回寺院 杯子里的水还是满满的 男人把水杯还给和尚 师父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 现在请你帮助我 解决我的问题吧 和尚微笑着说 施主 你已经自己解决了你的问题呀 男人非常惊讶 师父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能详细地跟我解释一下吗 和尚说 施主 请你告诉我 当你从这里走到公司 又在公司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是否有注意到 任何一名员工 说其他人的坏话 或是你的坏话 你有没有听到任何的八卦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的办公室政治呢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 说 师父 我没有 和尚微笑着回答 你看 当你拿着这杯水时 除了这杯水 你没有注意到其他任何的事情 你没有让任何其他事情 分散你的注意力 让他们打扰你 伤害你 你只关注着 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 以及你当下可以控制的事情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工作 自己重要的事情上时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关注周围 发生的事情 当然 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办法 注意到别人的错误 聆听不到别人的八卦 注意不到别人带给我们的消灾 事实上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都会遇到那些 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人 改变工作 换一个环境 并不一定能确保 我们远离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 积极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 转移到这杯水上 或者说 我们的工作 我们重要的事情 我们自己的成长 我们的目标上 这样我们就不太会受到周围 那些消极的人 食物的影响 如果你仍然觉得没有任何变化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情况已经超出了 你的处理能力 当然 新工作或新环境 也会带来新的复杂性 所以 忘记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你的工作 你自己的成长 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上 如果你这么做了 那么 你就再也不会因为周围那些 消极的人 而感到不安 听完和尚的话 男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感谢了和尚的智慧 不难发现 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 我们的生活中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那些传播消极情绪 哪些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人 我们几乎每一个人 在生活中都面临着 这样 那样 传播着消极情绪 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人的问题 那些让我们感觉不好的人 总是消极 粗辱 卑鄙 不诚实的人 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言语或行为 来贬低 伤害别人 他们给别人的生活 带着很多压力和不快乐 你可以在你的朋友 工作伙伴 你的生活中找到这样的人 甚至 那个人是你的家人 每个人 在某个时刻 都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但就像故事中 和尚 建议男人说的 我们需要把 关注力放在自己的工作 和个人成长 而不是关注在 那些让我们感受不好的人身上 不要 不要让那些消极的人 事 物 和环境 消耗你的能量 相反 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能量 集中在你自己的个人 你自己的发展上 专注在你自己的工作 对你重要的事情 让你成长的事情上 这将帮助你 管理好 处理好 当下让你感觉不好的事情 和消极的人打交道 让你自己 时刻充满了力量和冷静 千万不要让那些 有消极情绪的人 破坏你的幸福 和心灵的平静 请把注意力放在 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 以及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坚定的 有韧性的 处理任何消极情绪 这样我们也确保 它们不会影响 我们的健康 你生活中 有这样消极的人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告诉我 我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那么你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小故事 请记得点击大拇指 并把它转发给 你的家人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 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哟 那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哟